媒体专访的时候,他说出了这一句话,他说台湾永远不会要求美国为台湾而战相当敏感的言论 上午面对媒体马总统快闪,反而是行政院长吴敦义停下脚步说 他说总统只是宣誓主权,大家不要再做文章了 永远不会要求美国为台湾而战,马总统两天前接受席人专访 对于两岸如果战争,美国是不是该介入的议题首度表态,立场看起来很坚定 或许是不想让庆祝母亲节的活动时交 马总统快闪,复杂的台中美关系就交由行政院长吴敦义来回应 难道你要讲说我们很期待哪一国对我们的保护吗? 不会吧,任何一个家庭也是一样啊,做家长家庭 我们有决心,信心,要创造我们家庭的幸福 强调总统是维护台湾主权,要外置,要做文章 不过马总统的言论终究还是让现场媒体围绕着敏感的台中美关系打转 也让这场母亲节庆祝活动染上浓厚的政治味 记者陈奈洁,萧宇业台北报道